那看起來藍白之間在立法院 現在未來是更密切的一些合作 對綠營對執政黨來講的話 不過那你們現在怎麼辦 總議員現在退 然後卓榮泰院長講說要約韓國瑜院長 然後大家盡快談一談 那順利嗎 那個今天早上我聽那個總質詢 好像早上卓榮泰院長 已經有跟這個韓國瑜院長見面 後樓的會議室已經見面 對 就是有見 那我想就是說 我想大家有一個良性的互動 我覺得是好的 那我們也真的很希望就是說 因為總預算其實攸關全民的福祉 坦白講對於地方建設 對於民生經濟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的來討論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總預算 國民黨是把它退回程序委員會 那退回程序委員會就卡在那邊 他也不是退回行政院重編喔 例如說今天很多國民黨的訴求 國民黨委員的訴求說 你裡面這個我們這個不喜歡 那個不喜歡 可是你現在是卡在程序委員會 完全動彈不得 你也不是說退回這個行政院 讓他重編 然後你就卡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拖延下去 當然對未來的這種新興的這個計畫 或者新增的這個社會福利 或者包括軍公教這個調薪 這個都會有直接的影響 所以我們還是真的苦口婆心 我們還是拜託這個 大家能夠理性的來監督 你就讓這個總預算進入委員會 各個委員會啊你說你覺得哪裡不對 你一條一條拿出來 嚴格檢視嚴格監督 我認為都OK 這個是立法委員的職權 可是你連看都不看 審都不審 然後就把整個的這個 相關的總預算 把它卡在程序委員會 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那那天那個高薪數美委員 他說因為你們那個原住民 一年的總預算快五成 如果扣掉經常性跟人事的支出 等於明年度啊 這個原住民委員會 大概就只要執行這個 禁法補償條例之外 然後扣掉人事跟經常性的支出之外 他大概只剩下十八可以來做 其他原住民的相關的行政 或福利的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當然是很不合理 而且你直接用這樣的方式去 要求行政院增加預算 我認為這個坦白講 這是有嚴重違憲的這個嫌疑 所以我覺得你拿這個一個理由 然後來卡住整個總預算 這個總預算攸關我們的幼兒津貼 租屋津貼地方建設 交通建設各個方方面面 然後你這樣卡住也不省也不動 我覺得這個對台灣的這個國家的進步 會產生很大的阻礙 所以我們真的還是苦口婆心 我們也真的是很溫馨的喊話 我們希望這個國眾兩黨 能夠站在全民的這個福祉的立場上 能夠早日懸崖勒馬 能夠早日回頭 您他有感受到嗎 溫馨喊話 完全沒有 基本上我覺得就針對點就回就好了 因為過去民進黨也曾經 由這個我們講 柯建民跟這個賴清德 當時候在當委員的時候 他也宣誓過要退回這個總預算 所以藍綠兩黨都做過這件事情 第二個 因為你想說總預算審查 你說那個詐騙預算73億 或是大內宣5億 你不願意你就進審查會3 對不對 因為進到立法院只能3 你沒辦法爭 但是現在重點是一個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剛才這個博文委員他講說什麼 他講說那你禁法條例 你會佔掉原民會預算 那就原民會的預算要自己重新整理 自己行政院針對原民會的預算重編 不能違法這個禁法條例在2016年過關 今年是首次在6月的時候 從3萬每公頃3萬變6萬 他本來就是法定要給出來的 那過去為什麼從2016年到前年 就是去年2023都沒有編 因為他是用原住民的綜合發展基金 可是原住民的綜合發展基金 在預算法的第四條 他是不能這樣用 他必須有給有拿 所以過去等於我們七年 都是違法在試用 所以今天只是告訴你 可不可以退回去的時候 行政院多編了這16億 把他補足 而且是依法補足 所以我覺得今天 我覺得這個原民會的主委 真的要打屁股 為什麼 因為你在過去 一直用綜合發展基金會 現在還可以配合一些立委說 沒關係啦 我綜合發展基金會 還有嘛 可是綜合發展基金會 現在虧損63億了 而且不符合法規 要花這麼多功夫就是 當然原民的所有的權益 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是因為這個案子 那綠營的意思說 為了這一個案子 把所有的案子全部都退 然後勝負卡在那個委員會 需要做到這樣的一些方式嗎 對五哥基本上 現在的預算 不是現在執行 因為每一年的預算 不是第一天 第一天擋第一天 他還是要審到這個立法院 最後一天 不是挑針夜站嗎 扣扣扣過嘛 所以你現在講說 哇現在台灣就要停擺了 現在整個社福預算都被砍斷 這完全是完全是假訊息 因為預算法的第五十四條 就算沒有通過這預算 大部分九十八到九十九的預算 都可以用上會期的預算規模 直接致意 不好意思講 我坦白講 我覺得我講一句 真的不客氣 我覺得林濤他真是毫無常識可言 你知道審查總預算 也退回那個總預算 可是第一個 當時他們總預算怎麼編 那是馬英九時代 他編的是以經濟成長率五點六為激情 你知道結果後來證實 我們當時質疑是對的 因為後來當年度的這個經濟成長是負成長 所以他用五點多去編 這個當然是太離譜了啊 所以那個東西會造成財政收支嚴重 你們找一個理由就覺得太離譜 你講話我尊重你 然後你就是你就沒有編列 然後我要講 當時我們那個動作 我們就說好退 可是因為我們那個人數少 所以即使也沒有退成功 但是國民黨現在很可惡的是怎樣 我講實在話 如果你真的覺得行政院做得不好 你就直接退回行政院嘛 退回行政院順便你提倒閣案 說你真的做得很差 這個行政院退的真的很差 你乾脆提倒閣好了 大家就國外重選啊 大家重新來啊 你又不敢 你把它卡在程序委員會 你一拖再拖 我說我請問這個當然東西當然會 對於新生計畫當然會有影響啊 你怎麼想到 今年我們的預算審查 會審查到什麼時候 那當然對很多正式 對於新興計畫會有嚴重影響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你剛剛講的 你覺得 你覺得這個哪裡不好 這個哪裡不對 你就去刪 你就去嚴審 那我剛剛講到原住民那個部分 那確實是事實啊 真的問題 光是一向他的進法補償 佔了快一半的原住民的這個預算 那你可以退回啊 我認為這個實在是非常的不對 現在退回行政院不是退回程序委員會 你要退回行政院不是退回程序委員會 你們藍白為什麼用這麼激烈的手段 然後你的建議是更激烈的手段 擺在程序委員會不會自動重編啊 我要依法 你不要依償是依法 沒關係沒關係 各位 反正左永泰院長和韓國院長 已經碰到面了好不好 那碰到面 那總是見面三分期嘛 我講因為今天 左院長跟韓院長已經碰面了 所以我就不再對林濤那個 但是我剛剛講得很清楚啦 我覺得這個事情 坦白講 總預算進去 國民黨民眾黨加起來也是多數 你真的要砍要三 我們也拿你一點皮條都沒有 但是這種不理性的卡在程序委員會 我認為全民會拓棄 然後最後30秒回應一下這個話題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預算法 你就按51條54條88條法定的 那他就講說 現在這個動彈不得沒有 大部分的這個一般業務 行政院是可以核定 地方議會在這個審議的過程中 不用再講 軍公教加薪沒有影響嗎 最快也是明年 明年開始 然後你現在 你第一天 第一天就在講 請問沒有過了嗎 請問這個問題沒有過了嗎 請問被刪掉了嗎 你不可以這樣子 我講這個 這是人民的福利 民進黨就可以了 民進黨你對我就可以了 民進黨從來沒有這樣幹過 民進黨沒有這樣幹過 兩位接下來 接下來帶領法院 希望行政跟立法之間 好 我深呼吸 今天兩位已經叫吧 好 OK OK 好歹 那就看卓榮泰院長 跟韓國院長 兩位在這個方面 能不能夠找到一個 比較緩和一些的處理 一些模式 OK